管 这个字不论在情侣中 还是在夫妻间 都是一种爱的表现 但如果过度的管 会让人窒息 在爱情保育战的舞台上 来过这样一对情侣 男友小李性格活泼 与同事和客户的关系 爱 这种暧昧呢 引起了女友小许的不可 因此 他的女友为了防止小李出轨 开始严管小李的生活贝 每天只给23块钱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一对情侣当时的情况 没结婚吧 两位 没有 没有 那你干嘛把钱都交给她呀 刚开始嘛 我觉得她反正蛮好的嘛 对吧 近段时间以来 她对我管得是特别严 为什么越管越严呢 她经常很晚回家 甚至有的时候还夜不归宿 手机里经常还会出现一些 暧昧短信 例如 亲爱的 你吃过饭了吗 亲爱的 你在干嘛呢 亲爱的 我们一起看电影好不好 看到这些入码的信息 我觉得她在外面 肯定有别的女儿 这短信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的正常之业嘛 酒水销售 作为销售嘛 人员关系嘛 肯定广 对不对 这个短信嘛 是一些同事啊 或者一些客户啊 经常在一起开个玩笑 对吧 发过来的 也正常的 没有想象她 她想象的那么那个 你同事发短信 都说亲爱的 咱们去吃饭 经常 反正经常在一起嘛 比较熟悉嘛 经常开个玩笑 很正常的事情 那你一般怎么回呀 我知道她是开玩笑嘛 我经常也跟她开个玩笑嘛 你怎么开呢 我就是 亲爱的 我没时间 你还说也没有 在撒谎 你做销售工作 一个月四千多块钱 不够你花吗 我有没有钱 你还不清楚吗 我每个月的工资 放下来以后 你把我拿的光光的 每天 只给我二十三块钱 二十三我是怎么用的呢 早晨 早饭嘛 最简单的 我十三块钱 对吧 一天来回自贴费 八块钱 就是十一 上午嘛 一等减餐的喝饭 十块 就是二十一 说还有两块钱 替我随便花 知道吗 你有变账吗 你我还不知道 常在释放的钱 我都知道 不是 你先回答 我为什么每天 给他二十三块钱 二十三块钱 我觉得这样 他不会在外面乱花钱 然后男人一有钱 在外面就会变坏 什么道路 那你怎么知道 他有私房钱的呢 就是上次 我打扫卫生的时候 就是看到衣柜里面 大衣的西服里口袋 有几十块钱 加起来少说 也有几百块钱 就每一件西服里都有钱 是的 还有一次 就是家里面停水了 抽水马桶没法用 然后我打开 那个抽水马桶 那个水箱 然后往里面倒水 结果我发现什么 里面一个塑料袋 我好奇 然后裹了好几层塑料袋 我说神神秘秘什么东西 然后我打开 就说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里面有一千块钱左右了 我说行啊 你藏钱藏在抽水马桶里面 我不是被你逼的吗 我们公司里面领导 让我帮他买个东西 当时我身上没有钱 我不好意思 后来我四几下 从同事里面积的钱 然后帮他买个东西 还有我作为销售 在外面对吧 叫朋友 人员惯事肯定管 是不是 朋友经常请我吃饭 这个三十五十 对吧 我请人家一次 还没有钱下饭点吃 你如此之苦大抽身 为什么不赶紧逃离虎穴 怎么说呢 刚开始嘛 确实看他蛮好的 我父母也非常喜欢他 后来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节目嘛 想看看他有什么改变 你等他改变呢 是吧 对对对 什么时候改变 就是你那天天瞎扯 有本事做 没本事承认 对对对 Thing 谢谢大家